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山 最近两年呢,电动汽车,也叫新能源汽车发展是越来越迅猛了 而且呢,很多老百姓也越来越认同这一商品了 愿意去花钱买电动汽车了 朋友们看看销量也好啊,看看大街上跑路汽车也好嘛 也明显感觉到了,哦,这是很正常的哦 为什么呢,它确实有它的优点 原因呢,我看了一下,也总结了一下,无非这几个优点 什么呢,第一,省钱,你充电的费用和加油的费用不可同日而语啊 同样跑一百公里,一千公里啊,充电可以无所谓啊 加油,哎呀,好心疼啊,油价又涨了是不 这个确实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 乘坐舒适驾驶,感觉好了,驾驶起来 有人说了,开完电车你就再也不想开油车了 而且乘坐舒适,大沙发,大踩电,大冰箱,确实很吸引人 对吧,第三点就是什么呢,智能 更科技更智能了,电动汽车有很多功能 确实让人眼前一辆是油车不可比的 尤其现在还有一个叫什么,智能驾驶功能 很多汽车都推出来了哦 可以很好的辅助驾驶员员来操作 咱说实话,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功能 可是呢,就这个功能有时候我就感觉害怕 怎么害怕呢,因为有一些人胆子太大了 认了那句话,不着死你就不会死 怎么说呢,最近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朋友啊 新买的这种电动汽车啊,有智能驾驶的啊 发个视频啊,炫耀一下自己 那需要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啊 怎么信仰,坐在驾驶呗 看书,看手机,车呢 车在高速上飞驰呢 你看这车飞了,自己要驾着一靠 我们都是,看着啊,扶着方向盘啊 那丑子,眼里不用看书的 看我的车,啪,飞驰 哎呀,我说实话,我看着都吓人 还有的什么啊,车在飞驰呢 在飞奔的,自己也跟驾驶睡觉了 哎呀,真厉害 胆真大啊,你也睡着着 最有意思的一个,还有一个什么 那个人啊,虽然手扶着方向盘 但是呢,眼睛已经闭上了 就这样,开车 然后呢,这行,你自己一个人 后面坐着他的孩子,他的父母 他的亲人,哎呀,他也敢这样啊 我看过一个最吓人的是什么 不能说吓人吧,反正挺奇葩的 是一个什么呢 驾驶是,驾驶座位根本都没有人 他自己在后面 就躺后面了 就自己在高速上飞奔 哎呀,我都说实话 他们的心态也比较好 这要是老宋都吓死了 真是的啊 我就想问问朋友们 如果是你有这样一台电动机车 有这种智能驾驶 你敢这样吗 你敢这样把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交给这样的智能驾驶吗 啊 我真正想问问朋友们 你敢不敢 说实话 老宋是真不敢的 我害怕呀 为什么这么说 咱首先说第一点 就说或许未来的科技 真的可能达到无人驾驶的水平 就是你可以放心 无人驾驶比你自己驾驶水平还高 未来我相信有一天会达到的 但是 现在的智能驾驶水平 智能驾驶这种情况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 我真的不敢觉得 他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你们觉得他能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认为现在智能驾驶主要靠什么 主要靠网络连接呀 这肯定是 那如果突然网络中断了 怎么办呢 你看啊 比如说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经常会有走着走着 或者到哪个地方 这个地方信号就不好 没没 说什么啊 走两步就好了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我虽然不懂啊 但是我就想 这开着开着 忽然这个地方信号不好 网络中断了 这个汽车会什么情况呢 会出现一个什么状态呢 或者是说 突然死急了怎么办 我们在生活中 无论你用手机也好 无论你用电脑也好 甚至你看电视都有好 都有那种突然死急的状况 对不对 状况出现 对吧 机器嘛 所有的机器都有这种状态 那你开着开着 你说你没带呢 突然那个机器死急了 这个车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呢 那么我相信 结果就是车毁人亡啊 好了 关键如果你一个人在车上 行 也就这么地了啊 那关键车上还有你最亲的亲人呢 你怎么敢把你自己的生命 或者说把你自己自信的生命 交给这样一个所谓的智能驾驶呢 你怎么心那么大呢 你是怎么放下来的心 你怎么对他那么信任呢 谁能告诉我这种人的心态 是什么 你能问 反正我是理解不了 俗话实说啊 老宋是那种谨小慎为的人 当然有人就说老宋你是个胆小的人啊 是我确实是个胆小的人 我别说这种智能驾驶了 当然我现在车也没有这种智能驾驶啊 有我也不敢用 别说这种了 就是什么连自动巡航啊 自适用巡航啊 自适用巡航啊 就这些东西我都从来不用 为什么我从来不用 我开车出去 尤其是如果车里带着我的家人啊 我更相信我自己 我更相信我的手 更相信我的眼 更相信我踩在油门或者刹车上的脚 可能有人说了 哪里也会出问题 出了什么 可能是 但是我就是这样 更相信我自己 我认为把我自己的生命 和我家人的生命交在我身上 交在我手里 我才放心交给别人 尤其是交给这种智能驾驶 一个冰冷的机器 我真的是不放心他呀 朋友们你放心吗 所以啊 我真的就想和朋友聊一聊 你真的敢把你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交给现在的这种智能驾驶吗 为什么那些人胆子这么大呢 他们是放心呢 还是说就想炫耀呢 就想玩票呢 朋友咱来聊聊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砍大山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